包工陈州查阵之后,绕道回京,走到草州桥这个地方,他让包兴还有王马张照等人到村子里边去找这地方。 包兴到村里边没找着地方,最后逼得没辙了就扯着嗓子喊,这村里有地方吗?喊了几声。 有一个小院把那门开开了,院门一开,露出半了脸来,一个老头压低了声音说,有,有个地方姓范,叫范桶。 一说这名包兴差点没乐了,包兴一听,这人还要起这名的吗?姓范的能有啊,能起名叫范桶吗? 包兴几步就走过来了,老爷子,您刚才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地方叫范桶啊? 对,叫范桶。 他怎么叫范桶啊?这是本名啊,还是外号啊? 这是外号啊,他本名叫范中华,但是我们大伙啊,习惯管他叫范桶,他自个儿也愿意让我们叫他范桶。 哦,这范桶他上哪儿去了?这地方啊,他卖菜去了?卖菜去了?上哪儿卖菜去了? 上村的那头,每天他都得出去卖点菜,好养活他那瞎妈呀。 我跟你说,这范中华呀,他家里边有个娘,双目失明,但他是个孝子,天天得把他这娘啊,侍奉得非常高兴。 是这么回事儿,哦,包兴说,那我们找得着他吗?你们要想找的话,就往前走吧,大概他现在也该回来了。 包兴瞧了瞧,王马张照,包兴说这样吧,咱们往前溜达溜达,说不上啊,能迎着他。 几个人往前走,这包兴就说了,说这个事儿啊,要展爷在这儿就好办了,展爷推脚快啊,一高兴,人家一浮身就到村头了。 可是展爷可怎么走了呢?包兴说这话,说的是展雄飞。 陈州查证之后,包兴转道回朝,这展雄飞没跟着,哪儿去了呢?别人谁也不知道,只有包兴自己知道。 展雄飞跟包兴说了,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之后,展雄飞离家出来,他计算着母亲要烧百日了。 所以展雄飞跟包大人提出来,要回转他的老家,给家母烧百天。 这次到陈州,应该说展雄飞立了很大的功劳,包公的意思,要把展雄飞带到东京汴梁,要让他见皇帝,想让他为官。 但是展雄飞对做官很不感兴趣,展雄飞就这样吧,当我回家之后,既点完了家母,我再到东京汴梁找您。 是这样展雄飞离开了包公。 包公手下的柴人呢,都不知道,今天包兴才说出这样的话来。 他们几个人继续忘情,刚这么一走,就听身后那老头又说话了。 哎,我说啊,那范中华来了,迎面走来,那人就是他。 哦,包兴注目一瞧,顺着这街,犹打对过走来一个人,这个人渐渐的就走近了。 包兴一瞧,这个人看上去约在二十多岁的年纪,光头不戴帽。 头上的头发拢在一起,梳了一个发短,上面别着一个柳条棍。 身上这一身裤袄,可以称作是五彩斑斓的衣裳。 为什么叫五彩斑斓的衣裳? 他这裤子跟上衣啊,都打着很多补丁。 这补丁还不是一个色。 有蓝的,有黑的,有白的,有紫的,有黄的。 所以说这就是五彩斑斓的衣裳。 肩膀头挑着一扁的,扁单头上呢,有俩筐,看到那筐里边东西都卖没了。 俩筐螺的一块,在这扁单头上撅着,筐里边有一管秤。 就像老头说的一样,刚买完了菜回来了。 瞧这个人的面容,面带忠厚。 长的那个模样,你瞅着老乡是笑眯眯的。 脚下穿的那双鞋呢,是薄底的鞋。 说薄底快靴,不是快靴,就是薄底鞋。 其实这个薄底鞋啊,还不是那个真正的薄底鞋。 原来是厚底的,现在给磨薄了,也不知穿了几年没换了。 这底啊,有一大钱来厚。 要是碰上一块带尖的石头,就能把这鞋底给扎出个窟窿里。 包行一看呐,这地方可是够穷的了。 地方啊,地方在封建社会里边来说,就是最底层的那么一个官。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村长之类的。 地方又叫李宝,又叫地宝。 据说春秋时候啊,这个鸡藏的民众组织,每八十户为一礼。 这一个礼,里边要选出一个领导人来,这个领导人就叫李宝。 后来呢,又管他叫地宝。 老百姓俗称,就管他叫地方。 戏曲舞台上不是经常有这儿的话吗? 说我是这儿的地方。 对了,这个地方就是最矮的那一级小官。 按说呢,这个地方,国家也给开点钱,作为补贴。 包行心中就想啊,心想这个地方可是够穷的了。 穷的跟个要饭比一样。 怎么这样了? 包行就打了个招呼。 哎,姓范吗? 就看那个人把脚步停住了。 哎,对,我姓范,您哪位? 那老头在后不就嚷上来。 哎,我说范桶啊,这是找你的。 这几位可能是官,要找你。 这范中华听到这里,马上满面堆笑。 哦,您几位从哪儿来? 您是干什么的? 包行就我告诉你。 我们几个人是奉旨钦差,包大人手下的侍从。 今天到在这里,包大人陈州查阵,转道回京,路经此处,把公馆安在了你们这个天气庙。 包大人让我们到这儿来,要找当地的地方,有话要问。 可是我们到这儿一看,怎么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啊? 你们这个村儿,为什么白天都关着门呢? 范中华一听,哎哟,照那么说,您是姥爷了。 实不相瞒,我们这个村儿啊,特穷。 别看穷啊,这个地方还老有土匪过来。 这土匪不嫌穷,到这是连抢再拿。 有用的都划了着,本来我们都穷的叮当响,让他们再一划了,那就穷上加穷了。 所以说,一来的生人,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,就都把门关上了。 生怕是匪徒抢劫啊。 哦,包兴一听我明白了,把我们都当成土匪了。 包兴说,我说范中华,你在这个地方当地方当了多长时间了? 我在这儿啊,哎哟,当了有几年了。 跟你说呀,我这个人呢,也没什么本事。 我这个地方啊,也当不好,但是老百姓呢,就是太爱我,就非让我当。 我想不当都不行。 包兴说正好,包大人来了,就在天气庙里,要找你去问话。 哎,那好,这位包大人是奉旨钗啊。 对,我可听说了,是不是在陈州,把你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位? 对了,就是他。 哎哟,我们大家伙听到这个信啊,还不信啊。 以为哪有这样的官啊,敢把国舅给炸了,还真给炸了。 那可不,今天要找你问话呢。 哎,好,我这就去,但是可有一样啊,我得回趟家,我得跟我妈交代交代, 然后我再跟您几位去,好吗? 好吧。 这范仲华跟着几个人往回走,走不远,路旁边有一个破瓦寒窑, 说这个破瓦寒窑,在西区舞台上也经常提到, 说什么叫破瓦寒窑? 有人说,说窑就烧砖那个窑呗。 还有人说,说陕西那个地方住的窑洞,是那种窑吗? 其实这个地方呢,它是在河南地界,没有陕西那种窑洞。 古代年间所说的这种破瓦寒窑,其实就是烧砖瓦的那种窑。 可那个时候的窑呢,又不像我们今天这种烧砖的窑。 我们今天烧砖的这种窑规模比较大,那个时候呢,往往都是个人在那烧砖。 搭这么一个窑,烧完了之后,不用了,就废弃在那里了。 有的穷人家没房子住呢,就钻那里边住去了。 这个范中华居然是住在这么一个寒窑的地方。 范中华先到这个寒窑里面去了。 屋子里边土炕上坐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。 范中华进来之后就说了, 妈呀,今儿个我给您买点菜来, 这筐里边还给您买了半斤肉。 哎,我一会儿就回来给您做菜。 您在这个家里边等着我, 现在来了个钦差大人, 叫我去啊,问话。 您等会儿,问完了话, 回来,我就给您做饭,啊。 老太太在那坐着, 老太太说,中华呀, 是什么钦差大人? 嘿, 你没听说吗? 前两天我跟您叨念过, 就是到陈州茶镇, 把那国舅庞玉给扎了的那个钦差, 包整包大人。 哦,好好好, 你快去吧, 回来的时候, 大人问你什么, 跟娘说说, 好, 您在那儿等着吧。 范中华又打这个汗腰里边出来了, 筐, 扁带, 所有的东西都撂在家里了, 出来之后跟包兴说, 那好吧, 我跟您走。 于是包兴领着范中华, 就购奔的天气庙, 这一路上走着, 这范中华的嘴呀, 还不闲着, 感情这位呀, 是个话牢, 不问他自个说, 几位, 跟您说, 我们这个地方呀, 叫草州桥, 您知道为什么叫草州桥吗? 包兴说为什么? 您看我们这个村口, 这有条河, 这河上面架着一个木桥, 这个木桥上面呢, 铺的草垫的土, 所以这个桥是草桥, 但是, 这条河, 它是个地界, 河那边, 是陈州府, 河这边, 是西华县, 我们那个西华县呢, 也归陈州府馆, 但是呢, 从地界的划分, 就以河为界, 所以有人说呢, 桥叫周桥, 可是我们这个周桥呢, 是用草搭的, 所以就管它叫草州桥, 因此而得名, 我们那个村呢, 原来叫草州桥镇, 后来啊, 由于这个地方, 连年灾害, 老百姓四处奔走, 出外谋生, 有本事有能耐的, 歇家带口的, 都出去了, 原来我们那个村啊, 有好几百户人家呢, 现在啊, 就剩了一百多户了, 这一百多户人呢, 都是故土难离, 忍辱负重, 能在这儿过日子的, 包括我, 也是这种人, 换句话说, 就是没能耐的人, 哎, 所以我就啊, 在这儿对付着吧, 这一边说着, 就来到了天气庙了, 来到天气庙的庙门外, 包星就说, 你先等会儿啊, 我上里边向大人禀报一声, 禀报完了, 叫你进去, 你再进去, 哎, 好, 范中华就在这个庙门外边站着, 包星迈步进去了, 一见了包大人, 跟包大人就说了, 说现在把这个地方找着了, 本地的地宝姓范叫范中华, 等候在庙门之外, 包大人说让他进来, 是, 包星转身出来了, 范中华, 哎, 老爷, 我跟你说, 我已经向包大人禀报了, 包大人让你进去, 你可要知道, 你所建的这个官, 可不是一般的官, 这是龙图阁大学室代理开封府, 奉旨钦差查证陈州, 这是国家的高官呐, 你一定要懂得礼貌, 知道礼节, 明白吗? 哎, 范中华一听, 这心里就紧张起来了, 明白, 明白, 随我来, 包星投钱带路, 范中华随后跟随, 来到这个庙里头, 这包公呢, 临时就把这个天气庙旁边这个偏殿, 就当成他的办公地点了, 包公在这坐着, 两旁边站立着牙医, 范中华走进来之后, 一看对面坐的这位, 热脸幽黑, 脑门上还有个月牙, 在那坐着是不弄而微, 微而不蒙, 带着一种威风, 这范中华心里就犯何气啊, 我见了这个官, 我得怎么参拜啊, 啊, 一般来讲, 我们那个西华县的县令来了, 我见了面都得跪地去磕头, 面前这位, 比他那官大多了, 啊, 磕头行吗? 磕头的理显得太轻了, 哎哟, 干脆吧, 我来个, 趴地下得了, 咕噔头跪下了, 参见大人, 呱唧, 趴地下了, 两旁边站堂的这些牙医们都差点没乐了, 现在这什么毛病啊, 怎么趴地下了, 包拯在上面望下观球, 下面什么人, 小人, 本地面的地堡, 哦, 范中华, 哦, 因何道此, 你趴在地上, 哎, 大人, 我估摸着见您那么大的官, 是不是我就得趴去啊, 那我要不趴去的话, 是不是有点失礼啊, 直起身来, 正面回话, 哎, 好嘞, 范中华, 这才挺起身来, 跪在那儿了, 大人, 您说, 范中华, 我问你, 你既为此地一方的地堡, 此地民风如何, 大人, 您说这民风, 风, 东西南北风都有, 跟你说, 夏天一般是刮南风, 冬天的是刮北风, 它显得冷一些, 反正是东风西风啊, 有的是也刮, 这个风大风小, 说不准, 包公心想, 他没听明白, 我问你民风如何, 不是问你刮什么风啊, 范中华, 近来, 此地百姓, 民情怎样, 民, 民穷啊, 穷, 咱这就是老百姓没别的毛病, 就是穷, 跟您说吧, 咱这整个村子里边, 一家父的都没有, 有点钱的都搬走了, 这个地方跟您讲, 现在是一百四十七户, 人口一共有五百姓, 两个半, 之所以说两个半呢, 最近那个老刘家生了一孩子, 这孩子天生残疾, 一落生就没腿, 所以我给他算办了啊, 所以一共就这么多人, 大人, 您还问什么, 八公一听跟他什么事也说不清楚, 这人看来受文化所限哪, 八公说, 范中华, 有没有打官司告状, 名媛教区的, 哎哟, 大人, 这跟您说, 咱们这地方还真没有打官司告状的, 穷啊, 这人一穷啊, 没脾气, 整天呢, 各过各的日子, 谁也不管谁, 谁也不理谁, 咱甭说人了, 就说我们这个村子里边, 各个家里边连耗子都少有, 那耗子都饿跑了, 知道, 这粮食有限, 每个人家把那粮食都高在这粮食袋里边, 吊在正当件房娘坨上, 然后再逮俩猫, 在这瞅着, 那耗子谁敢再吃粮食, 找不着粮食, 耗子都跑了, 就这么回事, 什么大家都偶的, 什么要是告状的, 打官司的, 几乎没有, 包公说, 今天我倒在这里, 把你找来, 就是要让你到村头村委四处去喊一喊, 告诉百姓, 奉旨钦差, 陈州查镇, 回京转道, 陆京此处, 又要打官司告状者, 到这里来告状, 我受理名词, 哎, 哦大人, 我明白了, 您是让我去喊去, 让有冤的, 什么有苦的, 到您这来告状, 对了, 好, 大人, 我这就去喊, 去吧, 这范中华转身, 离开了天奇庙, 回到自己的家中, 回到家里来之后, 先见自个儿的娘, 跟娘就说了, 娘哎, 我回来了, 我现在就给您做饭, 老太太说, 中华呀, 你见到大人了吗, 见到啦, 这大人如何, 这大人好威风, 脸儿去黑, 脑门上还长一月牙, 也不知道怎么长的, 现在那大人说了, 让我呀, 拿个锣, 沿街上去喊一喊, 有打官司告状的, 快点, 上那天奇庙去告状去, 他受理名词, 哦, 那你先不用做饭了, 你先去喊去吧, 来得及来得及, 别让您饿着, 大人有命令让你去喊, 你就去喊, 好好好, 那你当我喊完了回来, 我再给您做饭, 范中华说着话, 一伸手从墙上摘起一面锣来, 这面锣呀, 是原来他号召全村人民集体办事的, 可这个锣呢, 有一回因为村东头失火, 这锣旗儿给打漏了, 现在这个锣呀, 对付着屎了, 声音非常难听, 范中华拿着锣唇, 踢着破锣, 来到大街上, 啪啦啦啦啦啦啦啦, 啪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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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哎, 有打官司告状的, 上天奇妙啊, 啊,